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说一下俄罗斯的突发事件 俄罗斯的雇佣金瓦格纳集团突然发生了兵变反叛 目前瓦格纳集团的全副武装的士兵 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的城市罗斯托夫的街道 据说在当地瓦格纳叛军跟俄罗斯军队发生了交火事件 不过规模还不算特别大 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普京称瓦格纳集团是因为过度的野心和既得利益导致了反叛叛国行为 并且说这一次兵变是在俄罗斯的背后捅刀子 普京警告说所有故意走上背叛之路 准备武装反叛 走上勒索和恐怖手段道路的人都将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 他们将向法律和人民负责 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葛金针对普京的电视讲话说 普京称他为叛徒那是大错特错 普里葛金说我们是爱国者 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继续生活在腐败和谎言中 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是那些腐败集团的追随者 普里葛金的这个讲话就标志着 他是公开的反对普京了 也就是说普京和普里葛金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从此恩断情绝 那么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葛金是什么人呢 现年61岁的普里葛金曾经因为抢劫欺诈等罪行 在苏联时期的监狱里服刑了9年 苏联解体之后 普里葛金开始是在街头摆摊卖热狗 然后又起家开餐馆 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餐饮业的大亨 在1990年代中期 普里葛金在圣彼得堡开高胆餐馆的时候 在他的布克群当中就包括有他的同乡 当时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普京 所以他们两个人成为朋友了 普里葛金后来又靠着跟普京的关系 开始为克里姆林共提供餐饮 因此就得到了一个普京厨师的称号 在2013年之前 普里葛金的身份主要还是餐饮业的寡头 可是2013年之后 他就开始转向要经营私人军事服务的一个业务 成立了私人军事承包商的瓦格纳集团 一般认为普里葛金成立瓦格纳集团 他的名称就取自希特勒最喜爱的 19世纪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名字 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当中 普里葛金创建的瓦格纳集团首次公开亮相 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出兵叙利亚之后 又开始为瓦格纳集团的私人军事业务 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契机 从那个时候开始 瓦格纳集团就开始从单纯的私人军事承包商 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复杂商业关系的商业联盟集团 除了提供安保和军事服务之外 他还涉足采矿 伐木 酿酒等等能赚钱的领域 在去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瓦格纳集团在战场上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身份也得到了俄罗斯官方的正式承认 于是瓦格纳集团就从见不得光的地下兵团 一跃成为广为人知的爱国者组织 凭借着这个雇佣兵组织的身份 瓦格纳集团他突破了很多国家所谓关于军队的条条框框的限制 比如他可以为了补充兵员而从监狱里面招收囚犯入伍 瓦格纳集团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机动灵活的战术 使他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出来非常强悍的战斗力 这样一来他们也越来越不把俄罗斯国防军和俄罗斯国防部放在眼里 不过从2013年以后 瓦格纳集团获得俄罗斯军队的支持力度就大幅度减小了 这就引发了瓦格纳集团的不满 普利格金不止一次的点名批评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无能和腐败 这就造成了瓦格纳集团和俄罗斯军方的巨大矛盾冲突 普利格金开始公开指责甚至谩骂俄罗斯国防部 声称俄罗斯国防部切断了对瓦格纳集团的炮弹供应 并称这个摧毁瓦格纳集团的行为是对俄罗斯的叛国之举 随着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战场的作用加大 也引发了俄罗斯高层的关注和警觉 因为瓦格纳这样的私人军事集团 并不是十分听从俄罗斯国防部的指挥 所以俄罗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开始逐步的限制瓦格纳集团的发展 先是禁止瓦格纳集团招收囚犯 然后又限制瓦格纳的武器弹药供应 这都是要逼死瓦格纳的前纵 今年6月10号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所有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志愿军团体 都必须要在7月1号之前 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之后才能参加作战 这个命令就意味着 瓦格纳集团将被俄罗斯军方收编 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私人军事承包商了 对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 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可金立刻明确地拒绝 而且多位瓦格纳集团的指挥官也集体发声表示抗议 这次瓦格纳集团 他们的兵变和反叛 主要就是在于俄罗斯军方要收编他们 要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 如果现在瓦格纳不反叛的话 到了7月1号之后 跟俄罗斯国防部签了合同之后 他们就丧失了独立地位 想反叛也反叛不了了 现在瓦格纳集团反叛之后 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子呢 俄罗斯国内要大乱了 要发生内战了 瓦格纳集团的反叛 会不会引起俄罗斯国内的大乱或者是内战呢 它主要要看有没有其他的俄罗斯内部的力量 来支持瓦格纳集团 瓦格纳集团只有2万多人 要想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在俄罗斯武装夺取政权肯定是不现实的 虽然说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得很勇猛 但是他们的武器后勤支援都要依靠俄罗斯军方 瓦格纳作为反叛军 在俄罗斯国内是得不到武器弹药这些后勤支援的 他们的枪炮子弹打完之后也就只能投降了 所以瓦格纳单单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要想在俄罗斯武装夺取政权肯定是不现实的事情 瓦格纳要想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大乱和内战 要推翻普京政权 必须有一个叫做一呼百应的效应 当年秦朝末年的陈胜武广起义 并不是说陈胜武广自己的起义军推翻了秦王朝 而是他产生了一个一呼百应的效果 一下子全国各地都跟着陈胜武广的起义军起义造反 靠这个一呼百应的效应推翻了秦王朝 1911年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那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起义军 其实才有几千人 也不是靠武昌起义军他们推翻的秦王朝 也是靠的是一呼百应的效应 在武昌起义之后 全国各地都通电响应 一下子引发了全国各地宣布脱离秦王朝独立 这样才推翻了秦王朝 所以这次俄罗斯的纳格瓦集团反叛 如果能够产生一个一呼百应的效应 引发俄罗斯国内各种反普京势力的响应 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推翻普京政权的运动 这样才有可能推翻普京政权 或者说造成俄罗斯国内的大乱和内战 如果在俄罗斯国内没有别的其他势力的响应 仅仅依靠瓦格纳本身的军事力量 就想在俄罗斯国内武装夺取政权 当然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很快会被俄罗斯军队镇压下去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年毛泽东 他们上井冈山打游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 因为现在各种电子无人机 卫星侦察技术的发展 已经不可能把一个武装部队 隐蔽在大山里去打游击 所以瓦格纳的叛军一旦失败就是完全失败了 不可能说撤到山里去打游击了 瓦格纳叛军还有一个出路 就是撤到乌克兰去 得到乌克兰政府的支持 作为一个反攻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但过去瓦格纳和乌克兰军队是死磕的 打死了不少乌克兰军人 乌克兰人也都恨透了这个瓦格纳 所以即使瓦格纳去投奔乌克兰 乌克兰也不会接受 一旦是瓦格纳的武装部队进入乌克兰的话 就会被解除武装 乌克兰也不可能允许他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观察的 就是要看有没有俄罗斯国内其他的势力 来公开站出来支持瓦格纳的反叛军 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的话 那么瓦格纳的反叛军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现在俄罗斯的空军已经出动去轰炸瓦格纳的反叛军 那么瓦格纳的反叛军都是地面部队 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持 他们只有是被动挨打 所以最近几天就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要看今后瓦格纳是孤军奋战的 还是有得到其他力量的支持 如果瓦格纳还是孤军奋战的话 那么两三天之内估计就会被镇压下去 但是如果瓦格纳的叛军得到俄罗斯国内其他力量的支持 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普京的运动 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两天就密切注视俄罗斯的局势发展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